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春节没想到 反正想说安安稳稳就播新闻 没想到我就连播了六个小时 在主播台上连一分钟的厕所都没去 所以应该是工作锻炼的 原来是这个大理 我还以为又是以前那种 朝鲜他们领导人不是 看中了日本女性要请她过去拍戏 是那个意思 有些事吗 你不知道春银鸡事件吗 这又停不会指摸那个 人家又停现在就是 独立新女性 我们不靠 不是如云了 如云 不是观者 不叫观者如云 这个就是说追求者如 狂风浪 你过春节妈妈来香港是吗 没有都没有 都没有能够跟妈妈在一起 没有没有 那你倒省事了是吗 省事了 躲开了盘问吗 对不对 不会啦 我妈不会排问我 我一直跟你说 在我们家都是我急过我妈 所以我妈很淡定 是吗 到今天我妈都淡定 我今天还在刚才讲 就是讲说 有听到一些比较这种家庭适合的事情 我妈说你看干嘛结婚 周婷别想结婚 不要结了啦 还跟我讲别结了 有这么个妈妈真是不错 我妈就是这样 你跟这个妈妈你可以一辈子过下去 不用嫁人了 但是我为什么问这个 这个春节啊 对于很多这个80后啊 这个年轻人来说啊 都是个很难过的一关 你回去 就是这个 哎呀有没有女朋友了 有了女朋友就什么时候结婚呢 对吧 要不要 什么时候生孩子 什么时候生孩子了 哎呦 烦不烦呢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永远你要应对这些 我觉得有一点呢 是中国人啊 这个生活啊 这个这个精神世界啊 是如此之贫乏 实际很多情况下 我觉得是我们的父母一辈啊 跟孩子啊 真是这个代沟啊 比马里亚那海沟还深 就是没什么可聊的 其实有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 真多关心你的婚姻问题 他只是想拿个话题 来跟你开始讲个话 对啊 你这个父母亲跟你在一起 在那边吃的怎么样啊 好吃的说完了 那说什么呢 那难不成怎么样 还跟你聊国家 你怎么看王岐山说 要对裸关加强监督啊 儿子 还能跟你聊这个吗 你要这个的话 也行 也行 你像有的那个老干部 那个退了休 他还是挺有感觉的 对吧 自己在 自己在人民日报上 这个画圈 画完之后 全家传阅 七月 儿媳妇都得写报告 我有个朋友 他在美国 他爸爸在台湾 他们每天晚上 不管时差 就是美国时间的晚上 可能是台湾的早上 有一个小时的那个视讯 跟他爸开会 就是拿那个台湾各大企业的 在经济日报上面的 那个经济新闻 他爸会一条条讲 我觉得这个企业 今天这个股票会撑 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你看郭台铭 最近又漏了什么政策 我觉得如果你以后创业的话 应该有什么 他们每天台 这俩合作炒股票 他们俩 不是他们会讲这种 他爸还会推荐说 我今天有个书单 我觉得你应该 儿子你应该看一看 我们下礼拜来讨论一下 所以他们两个的内容是这样 所以你看 他说这个 我就想起 这个双江老人 也不能怎么责怪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 我想起什么 要不说姓李的 最近姓李的当红 就是说 他们都在说 说这个就去教育孩子 过去说这个李双江老师 就是他 这个对孩子太宽容 比较宠 可是我想起 另一个姓李的 就是李敖老师 对吧 因为李敖老师 儿子不错 对吧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嫁的男人 如果岁数太大了 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记得李敖就说过 其实你也替 双江老人想一想 他说 我这孩子 他说我没有什么教育 都交给他妈 因为我跟他 就是爷爷和孙子的 这个关系 我七十多岁了 他 我怎么跟他说话 所以李敖老师 小时候带他打棒球 李敖老师 我就最多拿点钱贿赂他 对不对 具体的都是交给他妈妈 对不对 所以这确实 这个当妈 你觉得现在中国人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父亲 而且中国父亲 好像就是比较喜欢 在外边晃来晃去 很多情况下 这个像幼儿园阿姨都说 说这个孩子 现在太多的时间 都是跟妈妈在一起 不好吗 就是应该要平衡 你说这好还是不好 反正已经有的专家 教育学家就说 这个父亲 现在跟孩子在 尤其中国的父亲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远远少于妈妈 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这好像是会带来一些 而且这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以前传统社会 比如农村社会 不就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因为农村社会里面 你是同时跟父母在一块 你爸爸上哪 那去上田 他跑得了什么地方 但现在都市社会 才变成这样 所以比如说 有些国家像北欧 他们为什么连父亲 都比如说有产假 然后有教养假 你有没有听过 有一年教养假 就是说 他让这个父亲 也可以不工作一年 或一段时间 来教养孩子 因为他们认为 父母双方轮流带孩子 孩子会比较平衡一点 健康一点 当然 我们家小时候就这样 你们家小时候就这样 我爸爸公武的 我妈公文 就是我的书课 你爸爸负责打你 是吗 你妈妈 就文字的 就是念书 这些我妈妈盯 因为它比较细节 但是只要学什么 脚踏车 学溜冰 这种要带出去玩的 我爸就是 然后我从小就听到 我爸只教三件事 盯三件 第一件事情 我拿筷子的知识 第二个是我拿笔的知识 第三个是我走路的知识 我永远都会听到我爸说 竹又廷不准那八字 竹又廷你的脚要正的 竹又廷 我在走路的时候 一直念到 大概我十几岁都还会听得到 所以你看 人家又廷现在粗落的是吧 筷子拿的多 你的男朋友都没有 因为筷子拿的太好 标准太高 拿太高 又廷 现在有这个 这个春节后有个话题 跟年轻人婚恋有关 我也请你考察考察 就说23号的时候 发布了一份婚恋报告调查 就是年轻人的婚恋 你知道这个社会真的是没办法 你说谈恋爱不要钱 对吧 要爱情 但是最基本的钱 那也没有办法 一分钱都没有 这也太科学化了 还有起步驾这东西 各地女性对理想男友收入 有最低要求 最低要求为多少呢 各地女性平均起来 大概就大陆了 我不知道台湾可能更高 是吧 大陆平均月收入5000块钱 这算高吗 最低的 最低要求 就是说他要接受你 做他的男朋友 你的工资最低 5000块 这个你看 北上广 不是 上海深圳北京超过 8000块 我的天啊 所以网民呢 这份婚恋报告覆盖了全国70到90年代的各个年龄段 各个社会阶层的男女 还有一定科学性77000多份样本的 谁做的 谁做的 那来找一下是谁做的 管他谁做的 就是上海 真不愧 是绯闻工作 我是绯闻工作者 上海三个年龄段 上海 你看上海女的要的最高 上海三个年龄段对男性月薪的要求 分别是 你看啊 我还以为岁数大的女的 这质朴一点 70后的女的最现实 70后的女的要求他男朋友 9900 但是因为70的话 你明大了 你遇上的也就是40几 你当然会要求他的职业 不可能还是刚入门的打工仔 当然是年纪越大越越实际 年纪越轻越浪漫 80后的要求一个月挣8500多 90后的又少 90后看来最好了 90后只要一个月 17268元 现在没很好骗 各地男女 你说这个女人 就是今天是蛇年 贪心不足 蛇吞象 各地男女 就是说女的 你有什么 你挣多少钱 男女对另一方 薪金的要求比例 普遍在一比三 我一倍 对方要三倍 对 我挣一块钱 他要挣三块钱 你说 这人的自私 就显露 回到我们当年 那个理论 你记得吧 男女主持的收入分配比 没错 没错 听过这个理论吗 又听 你看 没听过 你不嫁人 我们就还能跟你聊 你在凤凰就属于跟男主持 一个阶层的 是 你一嫁人 你就是 你就不跟我们混了 对 你就是另一个阶级了 不一定是网上吧 你绝对 绝对是 绝对 我没见过不网上 在我们这行 我们的女主持 哪一个找的男朋友 比他挣钱少 真的 你想想 一般来说 一嫁完了 我看下 但我跟你们平起平 我可以有幸 跟两位老师 坐在这个桌子上 应该不幸运我的收入吧 将来 将来你是 这个宠信我们的 跟我们平起平坐 不是 我们是信马克思的 这一点 我还是根深蒂固的 对 我始终相信呢 就是我们财富 不是说 不是说咱们钱不同 咱们就不能在一块聊 但是如果钱差得太大 确实没法在一块玩 对 你看 陈玉佳我们就好久不见了 没错 不要那些羡慕嫉妒 不是 我这个人本来是特别喜欢 攀附这个 这个富贵的 那倒是 那倒是 到后来我就 攀不上了 我发现这些有钱人 其实都是很好的 两位老师 根据这个起步驾 两位老师身价很好 你看这个二极致小美眉 正合你意 是不是很好骗 你说 90后 七千多 起码也没够 七千多 开玩笑 你OK 我可以找好几个 是吗 墙墙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陈玉佳我们就好 仿反复 就用卫泰衣排 盆盐进胶囊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配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贡酒 所以以后凤凤凤 发工资给咱们呢 就该这么来计算 就不是算多少钱 要算 怎么样 文韬 七个70 90后 还是十个70后 就该按照这个来做起步驾 算 给男主持 得这么算才行 这个 我真的是 对这个年代 这个爱情 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没劲 你知道吗 一点意思都没有 都搞这个是吧 不是 就是 你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 你就比 就重点 我觉得这些机构 就刚才 文道老师问那个机构 我就真的很想知道 你怎么会想到 用这样的出发点 去算爱情呢 这才是有趣的事情 就我还第一次听到 所谓的起步驾 就是在国际上 应该没有什么的 那个 你可能会有越军收入 当继承车 对啊 你不可能会用数据去 这个不发点 但是它反映本质的真实 你像现在在日本 日本最多圣女 他们研究败权 对不对 他们之前说 女生就三高高富帅 但他们说 现在日本女生 是要求三平 平均的身高 平均的收入 跟平稳的性格 这才是他们现在想象 比较稳定的 尤其在08年的海啸之后 日本败权 反谱归章 真的 但是你要知道 像刚才 你问这个问题 恰恰反映出 所以你就不是大陆人 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适合 大陆人提出来 因为这是今天 普遍社会上 感觉到的一个气氛 对 就比如说 所以要结婚 你想想看 过去几年 大家谈的是什么 年轻男孩说 要结婚 但我又没车 又没房 所以先得有房 有车才能结婚 就跟这个是 气氛是一致的 你们台湾女人不一样 你们台湾女人 有李安老婆那种 对不对 对 就是说 苦手还要把你 对 我几年 这真是老婆做分子 她老婆很厉害 对吧 老婆去干事 老公去买菜 你说到李安的老婆 我可太了解了 你知道吗 你又了解 我对他老婆 我对他老婆 非常感兴趣 我跟你说 李安的老婆 什么人呢 李安为什么 对老婆那么重视 他没 他再怎么着 你知道吗 就是何况 他有比较儒家的 那种人呢 你知道那天 他说什么呢 他小的时候 他要到美国去读戏剧电影戏 他爸爸做了一个调查 说这个百宝会 这个只有五百个 就两百个角色 还是什么五万个人争 你没戏 结果他自己就去了 去了父子之间就完了 这关系 说后来才拍那些喜宴 对 二十年间跟他爸爸讲的话 不超过一百句 然后但是呢 他到了美国 学了电影之后 他知道他爸爸是对的 为什么 一个华人 他说六年时间 给人家买盒饭 低流电线 就打杂 完全干不了什么 然后呢 靠他老婆 吃软饭的 李安是吃软饭 别看 你说他那么柔软吗 他就是吃软饭的 他 他那个时候 多少年 靠他老婆 一点微薄的收入 他老婆是学生物的 做那个 分子生物 对对对 挣的钱也很少 李安就做全职的 家庭富男 做饭 带孩子 你这么去 全到后来 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你知道吗 他自己觉得 对男人来说 真没尊严 他说 我就放弃电影了 我就去报了一个 社区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他想这个 我能算一技之长吧 结果 有一天 他太太 他送他太太上班 临上火车之前 他太太的班 是上火车的吗 是可能 上公车之前 他太太转回头来 跟他说了一句 说 这个 安 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你干嘛说这话笑呢 这什么意思呢 不是 因为我忘了 忘了那句话 想不到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孩子说 做电脑的人不差你一个 但是拍电影 可能还是比较 比较 你比较容易出类吧 李安就默默的 把那个 那个学计算机的那张 入学证啊 就给撕了 结果 很快就有戏拍了 好像他老婆做了什么工作 李安也到36岁 才在美国有第一个机会 所以很多做艺术的人 都经过这个阶段 他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那么年轻让你出的 尤其这种艺术 跟诗人不一样 诗人的话是十几岁爆发 三十几岁之后 就开始要完蛋 但是呢 别的这种 比如说表演艺术 牵涉这么多人 真的很多人是熬到这个岁数 而且我最近看了一部戏 也是个日剧 他也在探讨 就是那种 35岁就嫁不出去的女生 他在他里面讲到一个事情 他就是说 我们以前认为 你可能 结婚为什么 其实是一种依赖 你想要依赖一个人 让你的生活更好 你是对现在的生活 可能是一种不满 但这种依赖呢 其实这种个性 出发点去结婚的话 那你的婚姻势必 就容易失败 为什么 因为你会依赖他 所以你会给他 很大的期望 你会加很多的压力 跟期望在对方身上 所以如果 他的这个戏的结局 是两个男女 谈恋爱了 但他们两个各自的 远距离 去追求各自的梦想 然后他们说 有一天他们才会 更加的走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也少 我就发觉说 应该是说 如果你现在的一个关系 要很坚固 你必须要先把自己活好 就你要 以前是觉得 我要先照顾对方 我要把他顾好 但我觉得不是 应该是把自己活好 一样 你让老婆 把自己的事做好 我去上班我干嘛 你也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and then 我们两个才有可能会 其实他老婆就这么讲 他老婆就说 人家说你是不是 养你老公 我不觉得是 那是我的事业 我想干好他 对 所以你看 这个人眼光不一样的 你看咱们这个共同的朋友 也是李安的朋友 说舒国志大哥 舒国志就是 李安后来就说 他说舒国志 当年跟我这个穷哥们 他说舒国志 最开始看不起我的 觉得我这个人 没什么出息 但是舒国志又觉得 我可能有点出息 说为什么呢 因为舒国志说 他老婆这么优秀的人 能够不跟他离婚 一直跟他过 所以舒国志就从这一点 说明他还是有点出息 李安还是有点什么的 李安老婆壞眼是英雄 对不对 这里说就说 舒国志看女人 他这个眼光啊 所以跟这个世俗的眼光不同 你还真的就是不一样 而且呢 你要回想一下 就是就算是真的是一个太太去工作 然后丈夫在家带孩子 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甚至觉得今天大家这么去歌颂 李安太太怎么样 反而有点性别歧视 就是对我来讲 那就是一个女性 她有她的事业 她要干好她事业 正好她老公那阵子没什么工作 那她就负责吧 这很正常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真的是 就是说是受马克思影响 不光受马克思影响 也受恩格斯影响 恩格斯你知道 你知道恩格斯是谁吗 你们国君不学着 是什么 恩格斯是跟马克思关系 你不能学这个 他们学姚当时 是马克思的 发小 马克思就靠恩格斯养着 你知道吗 恩格斯说过一句 你爱听的话 恩格斯说婚姻呢 就是卖淫 为什么是他爱听的话呢 你爱听 什么意思 你爱听 是吧 恩格斯还是 合法的卖淫 合法的卖淫 但是他说的更复杂 人家写了一本书 你别就总结这句话 好不好 我就记录了 恩格斯说呀 这个就说这个 这个是卖淫 你知道吗 然后你注意没有 我们现在的这种假定 都是什么呢 真的好像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人 军人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 更有帝国主义势力的急于渗透 18年的北派系 18年的北洋网市 进行乱世中国的复杂生态 北洋网市 东北恩仇路 一年十几 星期一至五 凤凰威视中安台 保险中安台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我接着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受恩格斯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确实 就当今有些中国男人 甚至于有些中国女人 看这件事的想法 是跟卖淫差不多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男的觉得要找好看的 对吧 那么好看的女的 也觉得你得多 至少比我挣三份钱 就是说你得有更多的钱 然后我愿意 是卖给你 还是嫁给你 大家觉得这种组合 其实有点像卖淫 你知道吗 你看我找好看的 但是你记得吗 你们马英九 马太太 咱不能说人家难看 对吧 但是毕竟她不是 大家都欣赏的一种 所谓的美女 所谓的美女 对不对 但是人的这种组合 理想的组合 这个周围的了解的 这个朋友也会说 哎呀 你能找到这么一个太太啊 真是帮了马英九 大忙 那当然 对吧 要是没有她老婆 她不就该怎么办 还有另一个姓马的 那个奥巴马嘛 她的那个老婆 不也是帮了大忙吗 那都属于我看着 那玩意都不能 怎么取得下去的意思吗 绝不是合法卖淫的关系 你知道吗 绝不是这个关系 但是你看婚姻 我觉得人家的看法成熟 就是说 找老婆说实在话 先得过了相貌观 我有一个老师这么讲 我觉得很 很贴切 婚姻制度应该是不是说 就是我们一直讲到 它是发展到最后一个很极高 反正是过度崇高 因为在婚姻里面 我们去要求爱情 这是已经是大家 就是你知道 很晚的事情了 刚开始的婚姻 其实就是跟财产 跟爱情这种关系 所以她的性 婚姻啊 这些都是分开的 对不对 就是全部都是各玩各 你可以结婚 但是我可以跟外面的人 有小战 无所谓 在英国美国都无所谓 都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才说 既然我们已经 深化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并没有 跟着这个制度走 你就说 我们还是在要求 很低基本的财产 你的土地 有没有一起了 我们并没有 这个精神层面 没跟着 这个制度升高 这还蛮妙 所以变得就现在 比如说包括大家讲 圣女 其实也是一种 欢场心态 欢场心态 对你想想看 为什么说圣女 就说你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就这个 所谓年老色衰了 人家看不上 所以为什么很多美女 就过了三十几 还没结婚 大家就会劝她 说你别再挑了 对 就你再挑 你就失去本钱 挑 客人不来了 客人不来了 就叫年老色衰了 这个 所以广东 苏州过后 没传达了 苏州过后 谋选大了 就这个了 当然你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大陆的 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 现在变得好 没法谈恋爱 你知道吗 就是起步就要钱 你像在美国 在英国 在伦敦 我们两个都可以没钱 我们大街上散步去 我们海德公园 中国的环境城市脏乎乎的 街上 你在北京上哪散步 走走走就走到高速公路 只好到酒店开房去 走走到高价桥上去 你穷人连个走的地方都没有 你拿着不要起步 没有恋爱环境 没有恋爱环境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